講述我整個項目 The Odyssey of Freya 都是探討人生的百態 如何去面對人生 《鍾藝雲》這首歌其實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在生活上 都會戴著一個虛假的面具 例如你見到 你和你的老闆的相處的時候 你都會笑臉拍攝 但其實有時候我們應該放下這個面具 用最真實的自己去面對人生 亦都用最真實的自己 面對其他卸下了面具的人 而《鍾藝雲》這三個字其實都挺特別的 一個來自台灣的一個定義 人生就像一個鍾藝節目一樣 永遠的嘉賓上去 都考慮你有多有鍾藝雲 有多有喜感 或者有多嚴重 就算可能被主持玩到濕透的 全身都是來的 其實你也是要笑著 去作為一個嘉賓 這次因為真的 說到Freyya的前傳 Freyya現實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呢 原來她是一個老婆 有一段婚姻 但她這段婚姻其實都不是非常圓滿 因為其實她一直都知道 她的老公是有另一個人 但她一直都不想面對這件事 一直都假裝沒事的 在其他朋友的面前 一直都假裝到是 很好啊 我們是一個完美的家庭 但其實私底下 她們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到最後 究竟她會不會祝福她的老公 會不會祝福她的老公 會不會祝福她的另一半的幸福呢 大家就要看這個MV了 今天拍MV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試過 拍MV的時候 或者拍任何東西的時候 真的喝酒 這次她們是完全不會 給我利賓納喝的 是真酒 因為有一些地方 是想我一口 就已經清掉了 所以其實我已經喝了 沒有半瓶的 應該三分之一瓶酒 暫時都仍然OK的 幸好就是因為我喝酒 是不會臉紅 是某些酒我才會的 但是紅酒我是不會的 所以都OK 其實喝完紅酒 我覺得是幫助到我自己的演出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說 喝酒就是套真言 我覺得喝酒 是有一點可以卸下自己的一些枷鎖 或者卸下自己的面具 變成你會真的把自己最珍惜的東西放出來 後來我們有一些哭的場面 在車上 這些都很幫助到我釋放自己的情緒 還有其實為了拍這個MV 我就努力地detox 募求令自己沒那麼水腫 所以我餓了自己三天 拍這個MV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我在沙發很不開心的時候 不停在那裡吃零食 其實我吃得很開心 多謝導演 安排了這麼多的零食給我 其實我想認識我的朋友 我也知道我是比較真的 以及比較直說直說的人 當然啦 有些場合我需要不可以這麼男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中性的一個人 就是大癲大肺 直說直說 某些場合是需要檢點的 那時候就會 嗯 Hello 我知道了 這一句我經常覺得自己很假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Misha葉跑龍 哈哈哈 這個算不算戴面具 其實我很想 Hello大家好 我是Misha葉跑龍 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算不算戴面具呢 這個又可能是一個禮貌上你需要做的事情 那 嗯 我也希望大家在我的歌 裡面可以聽到我的心聲 就是我透過歌可以把我的心 把能夠看到我真正在面子裡 在家裡打遊戲的時候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最 最放下所有東西的Misha 表演給你看 阿婷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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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